欢迎收看5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在花莲市驻强国小办理了花莲县英语日的活动 共有26所学校热情响应 而县长徐正伟也亲自到场给予肯定 并感谢学校平时的心情付出 县长徐正伟表示 花莲县在0403地震之后展现坚强以及勇敢的精神 感谢所有家长对学校的信赖 以及校长们迅速采取应用的政策 让家长们能够安心 幸福今年来面对天灾或是灾损的时候 第一时间用灾和一杯金 让孩子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回到学校上课 我们的这个英文的部分 其实在从107年开始推动双语以后 无论是协同的这个教学 或者是在增加我们的专业的英文老师 再到今年112年的是55位外景外师 再到明年在113年度就会增加到我们的66位老师 这也就是希望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在软硬体当中不断的提升 而受贿最大的当然是我们的孩子 国际语言相当的重要 尤其是它是一个进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一直一把钥匙 无论是现在HFGPT再怎么方便 语文的翻译机再怎么方便 然而直接的听得懂 直接的回复 其实这是最直接的感情的表达 所以我要再次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 那也要谢谢我们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到花莲来服务的所有的外师 我想这一次的0403让我们很多的外师有一次人生的震撼体验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所有外师给他们掌声一下 我想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反应 大自然的反应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提升学生英文沟通能力学习了解多元文化以及全球公民 是华丽县政府推动双语教育的教育政策方向以及目标 英语日是安排的包括英语游戏互动文化表演 以及双语教学展示等多项活动 共同为活动达到最大效应 接着就欢迎华丝老